美国老年学会公布一份来自科罗拉多大学健康中心的新研究 内容发现听力轻度受损的年长者会增加跌倒风险 虽然研究并未完整解释听力损失如何导致跌倒风险上升 不过研究同时也发现如果积极使用助听器 特别是长时间佩戴就可以帮助避免跌倒 且研究数据表明佩戴助听器的年长者比起没有佩戴的人跌倒的可能性减少约50% 特别是每天佩戴助听器至少4小时的年长者更能够预防跌倒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